草药花开了 这草药颜色还挺好看 它颜色的确比牡丹丰富 但是我真的记不住这些草药的名字 真的记不住 那个多好看 很远看 我们这个摄像头还是不行 你说去买一个特别好的也太贵 你算了吧 这个真的是很好看 所以花有看见我的视频 也最好自己摘 自己摘的感受和看图片的感受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还是自己摘 但这是有条件 没条件 的确就没办法 没条件呢 看别人家的 有些是有条件呢 这是在摘 你看这个多好看 这个能够挤到了 它慢慢会越长越多 这个好大 那边那两个 那应该是新栽的吗 哦不是 是分出来的 哦 那个是从远处分出来的 这个 这个是从 又把它挤到了 这个是从那个 墙角移出来的这块 又被挤出来 又被这个 哎 又拔了吧 那也是很好看 嗯 少要开的比较多了 这个 铁线链也拍摆吧 铁线链是很好看 过了墙上那边也比较 过去到墙上拍摆 再看这 你看这个墙角的 这个也开了 这个很好 还没开近 剩开的时候更好看 这个 月桀也开了 这爬枪玫瑰也长得好 哦 这边的铁线链还没拍 哦 这边的铁线链 这边要冷一些 这个看能不能把它挖成个星星 你看 这边的扫药 开得好好 这个扫药 就这种 花瓣 好漂亮 嗯 今天我们不该打药 我的皇冠 长得不好 大家不要死了吧 应该不会 可能会有预想咋死 明年就不折腾它了 让它自然生长 你家有个红鸟吗 别美红鸟吗 别美红鸟吗 你家有个别美红鸟 有窝 在后边草丛里应该是在 以前是在那个丁香树上已经 几年都有 不知道今年会有没有 有一次那个丁 丁香树上那个 别美红鸟还掉下来了 我又该捡起来放进去 那个小鸟 看看整体的效果 发不太多 这边也开了 你看 这边都开了 从外边拍吧 月级还真的是迟啊 月级 我们要一月份 七月份 六月份才开 把月底 嗯 没跌过 六月份才开 这边也是卸得快啊 这边一大坨坑啊 长得好 长得太高了 还是应该有棍子把它缠住 让它看起来舒展一些好些 这样挤在一堆了 那我看吧 可以看 好大一坨 从我镜头上看 好像没怎么变色 没有色差 基本上没色差 但是放出来 感觉还是 不是特别的 没有真实的好看 这个也是特别粗大 这个也还没有完全开 这个是它有点不一样 这个是白的啊 但是它有点红 白的带点红 不是纯白的 应该是中间有一条红线 是那种 嗯 在这 在这 这个它有一条红线 嗯 那条红线 不是纯白的 这边都应该是作为架机 在增木里面 我们把拔出来的 接着做增木 来架机 这个 也看好 去年我们开的特别好 这 你看那个资料找的太多了 只过来了 嗯 嗯 这个 老单开过了 让它接吧 可能不能接 哎呦 这个 老单接不了 我给它说了什么的 这边 海黄 海黄 也要谢了吧 海黄 还是可以 海黄它真的是香 嗯 香气过了 看看这个 可以 是 是 的 是 的 是 的 是